好,这是我们的8和1多功能碳化机 这是32x45的主机 然后这是烤杯的部件 这是杯架 然后1234 各种型号的那个杯子 这是盘垫,8寸盘垫,10寸盘垫 这个是烤帽部件 发热板和下工作板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的主机 这是电源开关 这是仪表 首先我们按一下这里 5P是温度视频状态 此时我们可以按这里来增加温度 或者这里减少温度 一般是210度就可以了 然后再一次是5P到F是时间时间状态 一般是 这里是增加,这里是减少 一般30秒就可以了 然后再一次完成视频 第一排是温度210度 第二排是时间30秒 第三排是Counter是计数器 每烫一次它自动计算一次 然后如果要清理的话 我们就按下这个箭头 长按5秒钟 它就会闪动 然后就清零了 好,现在开始闪 好,一会就清零了 好,清零了 好,我们来烫下这个机器 首先要把压力调好 首先这里顺身转的话 就是增加压力 记住我们转这个的时候呢 必须把这个发热板弹起来 你要是这样转的话是转不动的 然后这样弹起来转 转好之后 我们试一下 当觉得这个手啊 有点费力的时候呢 就可以了 也不能太大 钻到好就可以了 好,我们把这个发热板转开 这个可以全部转开的 好,这个是下工作板 这是泡沫 还有这个 这个是布教垫 首先我们把这个布呢铺好 这是我们准备好的一个布料 铺在上面铺平 然后这是我们的生花纸 生花纸的话 我们要面向这个布料铺下去 然后把这个转过来 然后我上压它 然后按在这里倒计室 好,好,好 好,好,好 好,汤完完成,按在这里停止它的叫声,然后把它这个发热板弹起来,那么一边去,把身外纸拿走,让汤完送来,这样漂亮 好,我们拿那部展示一下,好,这是汤的效果,好,现在我们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烤盘部件,首先把电源关掉之后,再来换部件,现在要把这个地方下掉,之后把它拽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拿这个十字刀来对着这个眼, 逆时针转一下,把这个螺丝稍微松一下就可以了,也不要把它弄掉了,好,然后把它放下来,注意很烫哦,所以的话要注意安全,好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在这里,这是盘垫,我们把这个盘垫呢,就是这里有两个螺丝的,这个螺丝要对着这个,这个提槽进去才可以,刚好进去, 然后这个,把它固定起来,顺时针转是固定它,然后这里也是两个都要全部固定起来,要拧紧,要不然它会掉出来,好,然后这个地方,注意这里有个草,这个草要对着它才可以, 好,塞进去之后呢,这里稍微转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把这个机器呢,调一下压力, 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有盘子,这个盘子是已经弄好的,但是我们先把它弄下来,因为我们要调一下盘子的烫花压力,刚刚好才可以的, 嗯,好,我们把这个盘子的烫花压力先调一下, 要刚刚好才行,顺时针转的话就是增加压力,压力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刚刚好就行了, 当觉得这个手有点用意的时候就可以了,嗯,这样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盘子,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就是生花纸都已经切好了,切好这个在中间刚好就行了,然后拿这个胶布固定起来, 固定好就可以,开始烫花,放到中间,但是我们首先要把温度升起来啊,这个先放到旁边,一般烫盘子我们是设到200,也是一样的,210度,但是时间要长一点,一般是两分钟, 这个是5P的话就是温度设定,我们就还是设210度,然后再按一次,就是时间, 我们要是9点,这个要烫的至少100秒以上才烫得好,120秒,好,好,我们等它那个升温, 这个是5P的话, DIRECTOR? 哦,我们要站在线上,我们先放到旁边,还有什么时间啊? 这个是5P的话,现在我们先放在屁边,我们先放到旁边之后,现在我们先放大了一足的至少, кстати,保持我个头绪了吗? 我们现在就在那边,我们先放一下ow了鸟。 所以就也可以放一篇 决的好吗? 然后我们先放哟了我们就要放一个嘴吧,回后来看我们来看看,反正,我们先放下来我们的 zero的时候,我前头就要放弓了一下 我現在。。。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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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调轻一点 也不能太大这个压力 然后按一下这里 可以倒计时了 所有的金属 包括陶瓷都要时间要长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aki带门前面 好了 按一下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把发热板抬起来 这个还是比较那个的 你看看它们的效果 这个是蛮比较那个的 因为我们这个纸剪的有点大了 所以的话地面上可能有点那个 看完效果很漂亮 好的 我们现在再展示一下这个烤 先把这个电影关掉 然后把这个烤盘的这个地方 把它给去掉 这个是比较烫的 但是我们可以先来那个烫杯子 来试试 等它温度低的 这个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 把这个槽对着里面那个小孔 它是个防袋设计 然后把这个稍微紧固一下 烫杯子和烫盘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都是需要210度 然后2分钟时间 时间要长一点 好 这是我们的杯子 这个的话我们已经弄好了 但是为了展示给大家看 我们还是把它取开 好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剪好的一个生花纸 我们首先呢 我们烫杯子之前呢 要首先把这个压力调好 这个进行之后要不紧 不紧 这个减少压力 我们扭这个螺丝 顺势针是减少压力 然后逆顺势针是增加压力 我们调的刚刚好就可以 当这个手柄觉得这个 有点吃力的时候就是可以了 好 好 我们首先把这个杯子再拿回来 然后这个生花纸刚刚已经展示看了 就是包在这个被子上面的 我们要把它捏好 两边捏得刚刚好 你刚好在中间就是可以了 杯子的温度和时间也是 跟烤盘子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温度差不多了 就是210度120秒时间 应该马上就可以到了 好的 我们把杯子放进去 这个盘子呢放在中间 刚好把这个两边的这个 不距离调到刚刚好 两边均匀 就可以了 觉得如果压力太大的话 就要拧小一点 也不能太小 好 然后按一下这里 就可以倒计时了 好 开始倒计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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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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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把这个 这个有一个小槽 对着里面那个小孔位 这个是有防袋设计的 然后把它扭一下 然后来装这个下面 它这边有一个孔 这个孔对着这里就可以了 对着这边 然后这里有一个梯子 这个弹簧进去就可以了 好就很囊括 然后把这个发热板升起来 好 我们要调一下这个压力 这是我们的常规的帽子 这个帽子呢 是这样套的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要感觉这个帽子 稍微有点吃力就行了 这个压力要调好才行 首先我们直接 好差不多了 把这个电源打开 帽子的温度和那个时间是不一样的 帽子的话 只需要130度就可以了 低温烫化 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个温度调低 按着不放它会一直往下跳 130度就足够了 烫就片烫化的话 好 然后再按一下 就是时间一般是8秒到12秒就可以了 我们烫8秒就可以了 好 然后最好是 好 感觉这个手一点吃力就是可以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烫这个帽子 这个温度时间也到了 首先把这个帽子呢 放过来 就这样套在下面 然后把这个 这个是一个标签 就是对上它 切过来 然后把这个发热板呢 扭过来 扭过来的时候注意这个 不要把这里给弄歪了 然后把这个压力 调到稍微 大一点 好 然后按下这里就可以了 倒计时开始 然后完成 然后把这个抬起来 这个是冷撕的 所以我们等一会再撕 等它冷了之后再撕 好 现在就可以撕了 烫得很漂亮 烫得很漂亮